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盘点王一博主演的七部带播影视剧 两部已定当 最后一部最期待 第一部 维和防暴队 维和防暴队是由刘伟强监制 李达超指导 黄景瑜 王一博 钟楚西 谷嘉诚 赵华为主演的公安题材电影 该片讲述了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 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故事 影片聚焦中国维和警察 讲述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 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故事 他们头戴蓝盔 全副武装 在危险中前行 整着枪声入眠 知为维护世界的安全与和平 这一次 维和防暴队的成员们 将如何应对全新的严峻挑战 王一博在影片中饰演杨阵 该片已于2021年5月顺利杀青 网传这部电影将于2023年12月31日上映 不过还是等官方公布吧 敬请期待 第二部长空之王 长空之王是由刘小事指导 韩寒监制 桂冠 刘小事编剧 王一博 胡军 于是领衔主演 周冬宇特别主演的动作电影 该片讲述了一批优秀飞行员经过严苛选拔 正式成为了我国新一代试飞员 一款战斗机的正式列装 他们在队长的带领下 参与到最新式 最尖端战斗机的试飞工作 在不断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的故事 王一博在影片中饰演飞行员雷宇 该片已定档 将于2023年4月28日上映 冲刺五一档 敬请期待 第三部热烈 热烈是由大鹏指导 由黄博 王一博领衔主演 宋祖儿 岳云鹏 小沈阳主演的喜剧电影 影片讲述了面对窘境 仍然坚持着自己梦想的陈硕 偶然间遇到了人生伯乐丁雷 在数次的阻碍与困难中 两人带领团队突破难关 最终奔向共同的目标 王一博在影片中饰演陈硕 该片已定档今年暑期上映 冲刺暑期档 敬请期待 第四部光明之路 光明之路是由姚晓峰指导 温良平编剧 王一博 李沁 王阳领衔主演的民国金融谍战题材剧 该剧以1928年为背景 主要讲述未来励志成长风破万里浪 来报效国家 在他组织银行工作期间 拜沈图南卫师 未来凭借出色的记忆力和数据分析力 也获得沈图南的赏识 却亲眼见识到国民党在金融领域的腐败与黑暗 彷徨中的未来在沈图南的妹妹 我组织人员沈图进的影响下 逐步确立我组织信仰 与沈图南分道扬镳 在组织的领导下 未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与沈图南展开了一场蒸蒸铁骨的对决 经过血和火的洗礼 未来在信仰的指引下 逐步成长为我组织经济战线上 劫出而终成的战事的故事 目前王一博在剧中饰演的角色还未爆出 据网传消息 该剧正在拍摄中 第五部《私立属山学园》 《私立属山学园》是由黄俊文 宋平联合指导 赵世芳编剧 王一博 陈玉琦领衔主演 王以伦 宅一书 陈浩敏 马德忠 严陆寒 陈子天出演的青春校园 混搭仙霞修真偶像剧 该剧讲述了一群17岁的少男少女对抗 恶势力和谈恋爱的青春故事 主打青春校园混搭仙霞修真 王一博在剧中饰演魔族王子藤靖 王一博在参演这部剧时才19岁 这也是他主演的首部电视剧 该剧早在四年前就已经杀青且制作完成了 一共22集 据豆瓣显示 该剧将在2024年开播 敬请期待 第六部闭嘴 爱吧 闭嘴 爱吧是由韩国导演成史洽指导 张一星 郑秀京 王一博 普人焕 天心等主演的时尚爱情喜剧电影 该片讲述了张一星饰演的中国歌手 与郑秀京饰演的韩国舞者之间 因文化背景差异 发生摩擦同时也萌生爱意 以及王一博饰演的张一星好友 和天心饰演的张一星经纪人 他们之间发生的关于友情和事业的种种故事 王一博在剧中饰演韩斌 张一星式的好友昌林 这部剧早在2015年5月5日就已经在北京杀青了 压到现在还没播出 估计就是受2016年出台的献含令影响 导致无法播出 此剧或是播出无望 或是等献含令解除后可播 第七部人鱼 据豆瓣显示 电影《人鱼》将由承尔指导及编剧 于东担任总制片 王一博 王传军主演 这是电影《无名》的两位主演 导演及总制片的二度合作 承尔导演通过电影《无名》官威 透露芯片《人鱼》的拍摄计划 夏天过后 我们将继续 我们将拍摄名为人鱼的超级艺术片 我们将在亚洲多处取景 虽然是超级艺术片 于东先生仍将继续协助我们完成拍摄 这一次我们将关注那些无力过年的人们 目前官方还未公布 王一博在影片中饰演的角色 人鱼是承尔导演《寄无名》之后 才开始计划拍摄的 目前剧本估计还没成型 上映时间就更别谈了 总之 还是期待一下吧 王一博主演的七部带播影视剧 你更期待哪一部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